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地方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释迦摩尼佛在教我们修 解脱道的时候有四年度 四年度的修法是解脱生死的根本窍诀 其中一个叫做受念处 受就是感受的受 这里说了 感受一些觉受 这个觉受苦苦受 坏苦受 苦苦受来了 我们觉知 坏苦受来了 我们觉知 还有辛苦 我们要保持觉知 那么在觉知的时候我们不贪着 不厌离 不承恨 这个就要练习 先练习这个觉知能力 这个非常重要 要解脱生死必须从这里下手 因为我们对所有的觉受都会起贪嗔痴的 都是一种贪嗔痴的状态 修行是从这里下手 先从深念处就是感知我们的身体走路啊吃饭啊 先感受身体的动作 但是这个还不是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修行 只是修行的第一个阶段 真正的开始修行就是从这里开始 就是从感受一切觉受 保持觉知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保持觉知 觉知这个苦苦受 坏苦受 辛苦 通过练习呢 你的觉知力慢慢的越来越敏锐 敏锐 是吧 越来越快捷 那么你的修行就进步越来越快 慢慢的你就 贪嗔痴就开始减少了 佛陀在元经的时候就讲了 以四念柱为医治 四念柱是我们解脱生死的根本一处 四念柱 就是深念柱 受念柱 心念柱和法念柱 心念柱呢 就是比这个受念柱更深 就是心上的感受 其实还就是更微细的苦苦和坏 因为我们的心起心动念都有苦苦和坏苦的 感谢观看 四念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